江青传 作者 叶永烈 第一章 秘密抄家 叶半鬼敲门 子叶 万籁俱忌 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 响起了极咒的敲门声 谁呀 保姆披衣起床 问道 开门 命令式的男生 你是谁 保姆又问了一句 开门 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 保姆刚把房门开了一条缝 一群凶神似的男女就拥了进来 约摸十几个人 一律便衣 男青年居多 进屋之后 立即把房门反锁 时间 1966年10月8日午夜 地点 著名电影导演郑军李玉中 郑军李和夫人黄晨都被惊醒 一人看管一个 郑家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自由 没有任何证明 没有说明来者是什么单位 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 他们拉上窗帘之后 就动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 端坐在沙发上 用眼神指挥着 看得出 他是头头 年轻人们打开郑家所有的箱 贵 抽豆 看得出 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 语言不多 动作熟练 把每一本书卷曲 用大拇指指按着书页 迅速的竹页翻卷过去 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 每一本现装的书 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 查看折叶之中是否夹着什么 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 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 尤其是信件 全被装进包里 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 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 也都囊括一空 直到清晨六点 头头说声走 这群人呼拉一下子就撤了 郑军礼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 朝下俯瞰 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走 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郑军礼觉得这群人来得增翘 去得突兀 当即打电话给单位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 远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 赵丹刚刚来过电话 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八号三楼他的家中 一直抄至清早财走 不抄财物 违抄信件 笔记 日记 话报之类 紧接着 顾尔乙和陈李廷两家 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 袁天马电影制片厂 告急 顾尔乙和陈李廷都是电影老人 顾尔乙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怀音记》等电影 还主演过许多影片 陈李廷导演了《丽人行》《结婚进行局》等影片 写了电影剧本《鲁迅传》等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 马上接到来自电影界的密报 歼妻追抄一封信 一位军人领着我 漫步在上海市区一条幽静的马路 走进一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门 像绿绒地毯般的草地 整洁的水泥路 一幢幢小巧玲珑的两层洋房 这是空军招待所 据鹿鹿八六九号 军人指着一幢小楼对我说 1971年3月22日 林彪之子林立果就是在那儿跟联合舰队的周宇驰 于新野 李伟信一起开秘密会议 写出了571工程纪要 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军人又指了指令一状小楼说道 当年十八超家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 通宵坐镇指挥的 便是江藤娇 江藤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1981年进行公审的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之一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20年 江藤娇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 这个县出生了223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 改名洪安县 江藤文本是这223名之一 然而 后来他却成了将军中的败类 1971年9月8日 当林彪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首遇 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 江藤娇担任了上海地区第一县指挥 江藤娇得意的珍满一杯酒 对三国四方 上海的王维国 杭州的陈丽云 南京的周建平和从北京秘密来户的林立果狂笑道 我们都是属羊的 头上长脚的 江藤娇成为林彪的心腹 代号歼妻 江藤娇的形象 那挺直的腰板像军人 而戴上那副黑矿眼镜则像文人 他多年在上海空军担任领导 家助离聚录录不远的高 很快的 他又获知 著名京剧演员童芷琳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 同样手法 抄了郑军礼 赵丹 故而已 陈李廷 童芷琳五家 显然有来头 然而 李文静居然事先不知道 事后也未接到抄家者的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第99期文化大革命动态 勘彩郑军礼 黄宗英 童芷琳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 受谁指使 李文静即告当时正在南京的张春桥 姚文元 张春桥 姚文元也愕然 不知何方神仙突然插手上海 李文静后来这样回忆蹊跷的抄家事件 1966年10月8日晚赵丹 郑军礼等人家被抄 我们认为事关重大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 姚文元 张 姚魏回信 紧叫警卫员带口信说 你们不要管了 引自李文静1977年2月28日交代材料 李文静答复电影界 京剧团的造反派 不要管了 夜半鬼敲门 这鬼来自何方 五位被抄家的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 如同蒙在鼓中 1969年4月23日 受尽凌辱的郑军礼 死于危难之事 一年之后 1970年6月18日 故而已也隐恨而逝 他俩致死不知那次神秘抄家的主谋是谁 直到1976年10月 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阴霾之气一扫而光 那个遗止气时 飞扬跋扈的主谋落入人民的阀网 18抄家案被列为国案进行审查 这才忠于大白于天下 游路 他把女儿送入上海音乐学院复晓 他已是个老上海了 1964年 他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 此后不久 林彪之七夜群来到江苏省太苍县红京大队四清蹲点 亲手竖起那个文明全国的活学活用标兵 不识字的社员顾阿桃 江藤娇侍奉叶群左右 忠心耿耿 被叶群看中了 以至当文革锣鼓敲响之后 林彪为孔子女在北京不安全 秘密的派人把儿子林立国 女儿林逗逗送到上海 交给江藤文 如此推心致富 江藤娇已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了 1966年10月初 已是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7341部队第一政委的江藤文 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县的长途电话 说有重要任务 当即秘密来京 夜色苍茫 一辆轿车直奔钓鱼台16号楼 车上坐着吴法县和江藤娇 他们刚刚进楼 叶群已坐在那里等他了 没有寒暄 夜群开门见山 江政委 请你来京 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一种特殊的信任感 使江藤顾不由地挺直胸膛 大声地说 我一定尽力去办 夜群马上压低了声音 悄然在江藤娇耳边说道 是这样的 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 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 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 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 任务并不太复杂 江青同志说 他有一封信 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军李手中 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 但不要惊动别人 原来 就这么一桩小事 江藤娇不由地感到轻松起来 他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说道 光是抄政军李一家 目标太暴露了 能不能同时再抄几家 夜群不由地扶长而笑 他也早已律及这一点 只是故意不说出来 果真 精明的江藤娇 也想到了这一步棋 跟夜群不谋而合 于是 增加了四家 以便遮人耳目 赵丹 陈李廷 佟指灵 故而已 江青曾说起 这些人也知道他在三十年代的一些底细 世上曾有过陪展 然而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则发明了陪超 为了绝对保密 夜群给这五家取了代号老大 郑军李 老二 赵丹 老三 陈李廷 老四 同指灵 老五 故而已 超家的主要目标是老大 其余陪超的四家 估计也有防扩散材料 夜群叮嘱江藤交道 把信件 日记本 笔记本 画报 凡是文字材料 统统抄回来 然后 你亲自押送到北京 交给我 直来直去 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藤文不敢怠慢 唯唯领命 一日 江藤文就神秘地飞回上海 后来 1980年12月9日上午 江藤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座如下共认 1966年10月初 吴法县打电话叫我来北京 还说叫我保密 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 吴法县让我上他的车一同去钓鱼台见夜群 夜对我说 江青有一封信落到郑军里 故而已 他们手里 现在这封信在哪个人手上不清楚 你可以回去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搜查郑军里 故而已 赵丹 同志玲等五个人的家 凡是书信 日记本 笔记本等统统都拿来 夜群说要绝对保密 教导队冒充红卫兵 朝沙发下看看 拉开茶几瞧瞧 江藤文再仔细检查着巨鹿鹿那撞小洋房 生怕暗藏着窃听器 江藤文的干将 上海空军部队文化处长张彪 奉命来道 紧接着 组织处长习住险 秘书处长刘士英 保卫处副处长陶崇毅 军务处副处长蒋国张 赶来报道 六个脑袋几乎凑在一起 江藤文清声细语 交代了来自北京的绝密任务 但是 江藤娇只说首长指示 并未讲明首长是谁 也不点名真正要追抄的是什么 江藤娇又增添了于林 周信芳两家 以遮掩真正的目标 按照江藤娇的部署 张彪负责侦查七家地形 虽然张彪的脚有点瘸 行动却急如电 迅如风 只花了半天时间 他就把这七家周围地形 出入路线查个水落石出 然而 神不知 鬼不觉 他的侦查不录行迹 习祝贤奉命组织抄家队伍 江藤文决定 这次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去抄家 习祝贤从警卫牌里挑了二十多名战士 假装红卫兵 不过 清一色的男青年 未免太整齐了 于是又从军内可靠的干部子女中 选了二十多人 就在这时 张彪侦查回来了 他附在江藤交尔边 建议减去于灵 周信芳两家 原因是于灵家就在空军招待所对门 挨得太近容易暴露自己 而周信芳因主演京剧海瑞尚书 被当作南方的吴寒 不知超了多少次家 已经没有油水了 江藤文觉得张彪言之有理 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夜幕降临 四十多名假红卫兵 穿着各色便衣 集中在上海东北角 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 这个新村 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 位于僻静之处 在上海并不显眼 其实 那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 林立果来上海 常住那里 后来 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秘密训练的赶死队 教导队 就住在新华一村 在那里进行格斗 补服和各种特殊训练 秘密会议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召开 夜里 纳尔无人问津 张彪面对四十多个假红卫兵 下达战斗任务 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 据侦查 落到了政军里 赵丹 陈礼廷 佟指灵 故而以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 为了不打草惊蛇 领导上决定让你们化妆成红卫兵 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 凡数文字材料 照片 都要没收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 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 一定要圆满完成 江藤娇做了如下五条规定 据张彪1980年9月18日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一 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 要注意政策 只要书信 日记本 笔记本 照片等物品 其他钱财 金银 存款等一概不准动 二 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 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 但绝对不准动用 开枪 四 临时行动 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壶上 五 队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 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 丢失在这些人家里 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甲红卫兵们被蒙在谷中 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 迎着秋风 几辆卡车在昏黑 冷清的马路上及时 郑军李家是重点 由秘书处长刘士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金两人带队 一号江藤娇的女儿 也混在甲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 由习助险带队 三号陈李廷家 由张彪负责 四号同志林家 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雇尔乙家 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 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 都属不设防的城市 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 却如入无人之境 空手而去 满载而归 江藤文通宵作镇聚录录 守在电话机旁 总算一切顺手 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 以陈匹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 但尚未被打倒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九十九七文化大革命动态 做了这样的报道 10月9日凌晨 黄宗英 赵丹 郑军李 佟芷林 陈李廷等人 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 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 只搜文件文物 不抄其他 行动秘密 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 先是江藤娇和张彪飞去 然后刘士英 习助显飞去 上面娇带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 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 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陆明已经革命化了 外国使馆秘籍的东郊民向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 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 一下飞机 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为求迎接 送往反帝路44号空军招待所 驻入北楼6号门 江藤交住楼上 另三个住楼下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抄家战利品 见不得人的事 当然也见不得光 1966年10月12日夜九十许 空军招待所呼的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 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 在一片离黑之中 几辆轿车悄然而入 停在酒楼6号门前 从车里闪出几条黑影 据当事人张彪回忆 晚上9点多 江藤交把我的房门推开 叫我出来 我出来一看 是夜群 吴法县 林豆豆 还有一个青年人模样 头一晃就被他们身影遮住 未看清 因为都集中在楼梯上 我估计是林立果 送走夜群 吴法县等以后 江藤交回到楼上 他住的房间 我进去一看 那麻袋东西没有了 直到那几辆轿车驶出空军招待所之后 那里的路灯这才重放光明 还有一个细节 不能不提及 那几辆轿车的车牌 全用纸壶上了 那几个麻袋 放在轿车的后尾 此后的是 当事人 袁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 在1980年8月8日为特别法庭所写的证词中 谈得十分详细 回到了毛家湾 夜群让把材料送到他卧室 倒在地毯上 在分类的过程中 我看到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 如赵丹 黄宗英 陈李廷 郑军李等 大约过了三天 夜群说 江青同志指示 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 我已经同无法现讲了 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你和张云生一块去 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过了将近两个月 1967年1月初 夜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 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 你收下 我马上就回去 过了一会 空军党办科长为求把那包材料送来交给我 我一看原封未动 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很快夜群就回来了 一同来的还有江青 谢复制 夜群把他们领到客厅 到办公室找我要走材料 并让我快点到后院小火房捅开火炉子 说是要销毁这包材料 我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 夜群领着江青和谢复制也到后院来了 谢复制亲自拆封 和夜群他俩一份一份的填入火炉 中间还让我拿铁棍扎了几下 江青是在离火炉时来不远来回夺步 材料烧完以后 他们又回到前院客厅 我弄好炉子回到办公室 记得过了一会儿 江青和谢复制就走了 毛家湾的炉火 吞没了使江青脸红心跳的三十年代 丑屎材料 他渐渐舒心 脚步也轻快起来 然而 当他一响及那封落到郑军礼手中的信 并没有抄来 不由的又双眉紧锁 郑军礼手中究竟有什么信 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郑军礼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我去采访郑军礼夫人黄晨 是那样的方便 从我家的阳台上 便可以看见他家的窗口 1986年6月我去采访他 他刚从香港回来 国恨家仇 十年风霜 在他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 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 一提起江青 他咬牙切齿 这个蓝屏 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 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他 那天 他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 拢了拢头发 非常镇静地步上袁告席 被告席上 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被木椅 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 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 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丁 他挺直脖子 瞪着眼睛 强装着一副棋手的神态 蓝屏 黄尘一见到江青 眼中蹦出愤怒的火花 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地一惊 呆住了 自从公审以来 当着法官 当着众多的旁听者 还未曾有过叫他蓝屏的 不 不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人敢当面叫他蓝屏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 视线转向袁告席 道西一口气 说了一句 阿黄 他确实感到震惊 因为他以为黄尘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 叫我阿黄 黄尘怒不可遏 用手一拍桌子 吏声道 你逼死我丈夫郑军李 我要控诉 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 黄尘在亿万人民面前 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军李致死的罪行 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尘正气凛然 义正辞言 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事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 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 1966年10月 江青勾结叶群 指使江藤娇在上海非法搜查政军李 赵丹 顾尔乙 佟指灵 陈礼婷五人的家 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 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军李 郑军李 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仅仅联系在一起 30年代 他担任了野玫瑰 大陆 迷途的高杨 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 40年代 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 《易江春水向东流》 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 50年代 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师林泽徐 聂尔 60年代 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诚如原文书为郑军李的一著《话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 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 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萍 本是郑军李夫妇的好友 原木之 大哥 郑军李 二哥 唐纳 三弟 赵丹 四弟 因志同道合 曾经结为四兄弟 蓝萍曾是唐纳之妻 跟郑军李夫妇过从甚密 1936年 当三对新人 唐纳和蓝萍 赵丹和叶露茜 故儿以和杜小娟 在杭州六合塔举行婚礼时 沈军如为郑婚人 而郑军李为思宜 黄尘与蓝萍互以阿黄 阿兰相衬 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 一起买来 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 黄尘和蓝萍同时穿了出来 黄尘还记得 1951年 当他出差到北京 住在电影局招待所 江青文逊派来了汽车 接他去中南海 那时的江青 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 还念旧情 江青曾经说 如果他愿意 可以帮助他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 当江青成了棋手 大眼不惭的自吹自擂 三十年代在上海 我是第一流的演员 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我做革命工作 地下党 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 闪光的道路 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 只能片片挂着洪秀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他的底细的郑军礼夫妇 特别是落在郑军礼手中的那封信 江青如座针毡 欲除心病 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 江藤娇 却是张春桥 1966年6月 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 一天 郑军礼回到家里 神情黯然 看得出 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侍耳 果真 他告诉黄晨 今天 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 常理通知他 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 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再说了一通端正态度 积极投入文革 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线之类话以后 张春桥把话题一转 我知道 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 有过交往 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 跟过去不同了 他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 还在你家里 这很不妥当 你回家清理一下 找出来 密封 交给我 郑君李明白 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 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 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 除了江青本人之外 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李谈话时 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册 据梁国斌回忆 1966年6月张春桥找郑君李谈话 曾对我说 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 他有照片 信件在郑君李家 我要找郑君李谈一次 为慎重起见 你也参加一下 我答应了 张春桥找郑君李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李说 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 他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 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 还是交给他处理吧 郑君李完全答应 郑君李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 总算找出一包材料 密封 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是隔约一个星期左右 张春桥对我说 郑君李那里的信件 照片等交出来了 已转交给江青 他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 郑君李似乎太平了 不料 过了些日子 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李谈话 这一回 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 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 单刀直入道 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 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 显然 江青已经看过郑君李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 早就不在了 郑君李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把信找出来 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李回到家里 忧心忡忡 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 眼下交不出来 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尘和他翻箱倒柜 郑君李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 便于写作 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 简报 凡是其中涉及蓝屏的 都一一交出 黄尘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 唐纳 蓝屏 郑君李 她 他记得 那是在1936年 他们在霞飞路 淮海中路 万赖明兄弟所开的万事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李见到这张照片 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 黄尘律师比丈夫仔细 只见他拿起剪刀 剪去了唐纳 郑君李会议 赞许地点了点头 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 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 郑君李深知 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 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 于是 郑君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说明信件没有保存 只是李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 请你处理吧 他了解江青的脾气 她是一个一不做 二不休的女人 为了避免她的纠缠 她在信中还写道 运动之后 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 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李已经退避三社了 然而 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 恰恰相反 他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他要借刀杀人 这刀便是叶群 1966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27岁的生日 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 150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 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 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毛泽东之咫尺之遥 挥动着小红书 向红卫兵招手 他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 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见到叶群 叶群邀他到毛家湾走走 他答应了 三天之后 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玉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 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 你替我拨去眼中钉 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 江青说起了郑君李 说起了落在郑君李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 叶群通过五法线 电照江藤交火速来京 于是 十月八日深夜 一伙不速之客 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李家中 据黄尘回忆 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 对我们搜身 叫我们把所有的手掌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 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 把君李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稿 资料搜刮一空 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 在1967年9月 就把君李秘密地抓走了 在监狱里 君李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言行逼供 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尘之前 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 江青在1958年 给郑君李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 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 打李书一 引起的 1959年4月25日至27日 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书一一文 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中书贤家做客的李书一 其中一段 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 可以说 李书一的这段话 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书一同志说 那是1957年的春节 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 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 算是向他请安的 还给他寄去了一首1933年夏天的就座求教 当时 只1933年 因为道路传闻 说植狗已不在人间 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植狗回去 样子非常狼狈 我哭泣着醒来 何泪填了一首菩萨蛮 原词是这样的 兰归锁墨翻身早 夜来触动离仇了 抵视太难堪 精一小梦残 争人何触觅 六载无消息 性一别一时 满山清泪姿 同时 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会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5月11日 他的信一开头就说 会书收到 过于谦让了 我们是一辈的人 不是前辈后辈关系 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 要改 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 我的菩萨蛮他看了 信里说 大作独弊 感慨细枝 他没有把以前赠阳开会烈士的词再写出来 他说那一首不好 有尤仙一首为赠 还说 这种尤仙 作者自己不在内 别于古之尤仙诗 但词里有之 如永七夕之类 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诗教阳君诗柳那一首蝶炼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 长沙 第十中学 及前福乡女中 李淑义的工作单位 的同学争相传颂 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 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 写信去请示毛主席 可否在校刊上发表 后来主席亲自复信 同意发表 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礼书一 后来 人民日报 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义的丈夫 毛泽东的战友 牺牲于1932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 杨开会为毛泽东夫人 牺牲于1930年11月14日 李淑义的一席话 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 说得清清楚楚 李淑义的信 引起毛泽东对柳直狗猎士 杨开会猎士的怀念 写下我诗教杨军诗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 既是人之常情 也是革命之情 战友之情 然而 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 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 你怀念杨开会 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 给郑军里写了一封信 打条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 江青要追索的 便是这封在1958年写给郑军里的 当然 这仅仅是据说 据传而已 因为关于那封信 一直是一个谜 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积怡的时候 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军里手中 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 何况叶群已死 张春桥则已兼莫对抗 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之 郑军里之 不过 在1980年12月1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藤娇时 江藤娇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 你到北京以后 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 叶群跟我讲 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军里 故而以他们手上 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故而以 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 他要追寻的 是落在郑军里手中的信 正因为这样 他指使张春桥找郑军里谈话 并没有找故而以谈话 江藤娇的交代 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1958年的信 在审问时 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 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 58年 我记得很清楚 1958年 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 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 是他写信给郑军里 江藤娇的交代 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 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尘时 他说郑军里怕惹事 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 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 正因为这样 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 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1958年写给他的信 黄尘还回忆 除了1958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 在三十年代 江青还曾给郑军里写过一封信 事关他 唐纳和另外一个人 要说清楚这些信件的起因 不能不从头讲起 往前赅公兽的事项目 的前赅公兽的事项目 ifts列行的事项目 推出 上赅公兽的事项目 对卓广的事项目 对卓广的事项目